玉旅镇桌球发展协会推广桌球运动 在政公所的支持下 镇长杯桌球锦标赛10号开打 有来自桃园、台北、以花东等 共62队306位选手参赛 其中不乏现役的青少年国手参加 赛事是相当的激烈 玉旅镇桌球发展协会理事长冠志忠 镇长龚文俊共同开球合影后 玉旅镇第一届镇长杯桌球比赛也正式开打 在玉旅艺文中心盛大登场的镇长杯桌球比赛 在政公所的支持下 吸引来自桃园、台北以及以花东三线份 共有62队总共306位的桌球选手齐聚 争竹优胜佳机 其中还不乏有退役国手 以及现役的青少年国手参赛竞争激烈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大家的身体抵抗力是最重要的 大家要多运动 有抵抗力对于什么的疫情都不怕 那我们这个也是希望呢 大家能够把这个乒乓运动的精神发扬出去 八年前时任镇长龚文俊也借着争取包括 反驱攻射箭国手选拔、传统射箭赛事等 国内大型体育运动竞技在玉旅镇举办的方式 来带动地方观光运动产业成效卓著 因此上任之后 也全力支持协伴推动各项运动竞赛 借助这些活动 让我们疫情的这些年轻人 以及爱好桌球的这些选手 能够有一些良善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活动以外 也能够借这一场活动带来人潮 然后活络我们疫情的经济 现场除了选手之外 也有家人亲友到场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各组参赛选手作对厮杀 战况激烈 奋力为自己也为团体拿下好成绩 记者是玉兰玉里正采访报导